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北风网为大家提供的ASB视频教程 我是竹江老师领会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15章多用户留言系统6.300加密相册 那么上一节课我们已经把相册的基本功能都完善了 都完善了 那么最后一个功能是这样子的 如果这边是私密相册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是游客的身份 我现在都能看都能看的 现在我规定一下公开相册是任何人都能看的 而私密相册必须是管理员或者有密码的会员才能看 那么这边就会写了 管理员不用密码也能查看 会员结合密码才能查看 所以我们要这么去写它 我们升级一下版本 6.3 好 打开6.3 我们打开FordShare这张页面 好 FordShare 在这里介绍一句话 会员才能进 如果是 如果 如果 request cookies 不好 test insname 等于空 那么 非会员 无法查看 好 非会员无法查看 我点击进去 显示非会员无法查看 那么第一步我要先登录会员才能够查看 那么第一个条件我给你满足了 点击一下 好 能看了 因为我是会员嘛 对不对 第二个条件 会员之后必须有管 必须是什么 必须是 这个这个 有相应密码的才能看 哎 这个怎么弄呢 管理员我们先不管他 先做会员的 会员结合密码 OK 那么这么来 大家来看啊 好 我们这边做个什么操作呢 我们做一个 我把这张页面复制一份 这张需要这张页面 对吧 我们就复制 phpoto吧 复制这个 把fototo啊 把它改成 fot pw啊 就是密码的意思 打开来 这个打开来呢 这些东西是不要的 这个都不要 请输入相册密码 OK 好 我们先进 进这张页面来看一下啊 pw.asp 请输入相册密码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先做一下啊 input tactype txt name 给他取名字 叫做password 好 最后再来一个确定 value value 确定 name 然后再来一个set 好 有了 位置我们定一下啊 我们之前这块有定位的东西啊 不在这边 那我直接写了 然后呢 text 去中啊 好 你必须输入密码 对不对 啊 这个地方 是 password 你必须输入密码 好 输入密码之后呢 做个phone 发给谁呢 一般来说 是发给自己比较好 使用张页面 好 发给自己 pw.asp ok 好 发给自己了 好 密码发布了 这个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到底是怎么样的流程呢 ok 这样子的 如果 我们是这么一个理念啊 我这边写一下理念 相册密码 其实就是一个 session 就是一个session 什么意思呢 如果 输入了密码 就会 正确了啊 正确了 就会 生成一个session 就会生成一个session 啊 然后 前面 打开 相册 判断 这个 session 是否存在 不存在 跳到 fault 去输入密码 p 啊 就这句话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 进来的时候 你这个 过缘才能进 然后再判断一个 判断 是否有 是 判断 相册 密码 是否 相册 是否 解密 好 判断相册 是否被解密之后 进去 啊 就这么写 啊 那么这么写 如果 session 不合 好 我们这边写 个 oto pass 对吧 就这么写吧 pass 等于空的话 那么 那么 那么这么写 此相册 为 私有相册 请输入密码 请输入密码 然后呢 我在这里 location一下 location 让它跳到 photopw.sp OK 此相册 为私有相册 请输入密码 看到没有 我点这个能不能 我点这个 好像也能了 也要相册密码 那么这个怎么解决呢 OK 好 这个你就要放到这边了 放到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啊 是 在这里 进去的同时呢 你首先打开它了嘛 对不对 打开它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写啊 在这边循环的时候 第一次循环的时候啊 我们就在这里做 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我们拿出这个值 判断一下 判断是否为私有相册 那么怎么判断呢 定一个变量 pass 类型吧 叫psclass吧 psclass 好 psclass等于rs括号 那么打开一下 我们打开的是foot 找到它的什么 找到的应该是这个啊 找到的应该是这个 但是这个它并没有说 它并没有说是什么 它并没有说 这边到底是否为私有 所以你先要找到的是 那个 什么东西啊 pic side 这个比较麻烦 确实很麻烦 那么这么来吧 我们就不写到这边了啊 我们写到这里 把这边引路进来 好 我先把它注视点啊 比较麻烦 好 在这里呢 先就是在这里啊 先拿出个数据 如果not s 有数据的话 就拿出来啊 我把这边的一个定义的变量也删了吧 如果有数据就打印出rs括号 pic gpic.slide 好 这样子看看会不会有问题啊 我们点击第一个 好 5 我们点击这个 好 没问题 6 有了啊 一个是5 一个是6 好 那么把它我付给一个变量 付给什么变量呢 它的密码的类型 就psclass等于它 等于了吧 我在这边做个这个变量 psclass 好 那么要么是5 要么是6 对不对 就两种 然后我再建一个 大家看 setis2 去查找 去查找另一张表 gfalt这张表 就是目录表 去查找这个表 好 我们先来一遍 这边有点 有点难度 sq2 好 is2 sq2 声明一下 is2 sq2 声明过后在这里写 好 select block gfalt g g 这个 falt class 等于 等于谁啊 等于这边传过来了 等于这边刚刚得到的 psk class 好 rs2 这个就做一个 这边再做一个 Pathclass嘛 对吧 加它是否加密的 叫 PSclass2 等于 那么这个我们是查找哪张表了 查找到的是这张表 Fold这张表 查找的是Foldclass 是0或者是1 好 那么 G RS2 G Foldclass 拿给它 好 这边就可以判断了 好 已经有值了吗 一定有值就可以判断了 Path2嘛 对不对 好 如果 PSclass2 等于 1的情况下 你才会执行这一块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不会执行的 这样子就避免了那个问题 避免了这样子 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 点进去 第50行 举法错误 第50行 没有值 没有值 ISR G Foldclass 对不对 这边 PSclass 找到 错了 这个地方写错了 应该是 G ID 然后这边找到的是 Side Side GID 好 这样就行了 OK 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看看 点一下 是0 对了 点一下 是1 对了吧 OK 对了之后呢 把这个给解放开来 OK 再来一遍 我点击游戏讯的话 没问题 我点击 使用照 此相册为私有相册 请输入密码 对了吧 OK 做完 把这个取 这个名字命的不好 这名字叫 这个名字应该命为为Side SID吧 前面用过没用过 算了 算了 避免前面可能用过了 不管它 就用PCclass 下面用PCclass2 判断这个2为1的话 那么就判断 叫FoldPath 对不对 好 那么 现在公开的 不需要密码 直接进去 不需要判断 而私密的 你要判断 这个密码 这个密码 到底有没有被解密 如果 没被 那个还没被解密的话 你就说 此相册为私有相册 请输入密码 好 那么 请输入密码 这块呢 我这么来 再来看 请输入密码 传给自己 当然是传给自己 传到这里来 好 如果request form set set等于多少呢 等于确定 是吧 等于确定 那么怎么样呢 那么 接收到 password pass这个值 好 定一个变量吧 pass request 这边 命名为password 接收到这个值 接收到这个值 把打印出来 看看能不能打印出来 证明我们这是对的 pass 看一下 123 123有了 是吧 接收到了 接收到之后呢 数据库连接一下 来验证这个值 是否正确 是否正确 好 跳过来的时候 这边 你看看啊 你到底是 哪一个 相册 跳过来的 你还不知道 你点它 哪个相册呢 是6的这个相册 所以呢 你这边还要写个东西 跳过来的时候 location 等于pass的时候 括号 showid 等于 传过来的什么 传过来的上面 传过来的是 showid传过来的 所以你这边 要写一个变量 直接写 等于showid OK 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相册 点击私房照 点一下 嗯 嗯 哪边错了 未结束字符传 常亮 salt showid 没了 showid 应该这么写 双印号 雙印号 连接符 showid 这样就可以了 点一下 此相册为私密相提出密码 好 6过来了 6过来了 6过来之后呢 把6还要接收一下 showid 好 这个跟前面接收 那个showid是一样的 啊 用这种方法去接收 好 showid 拿到showid 然后 如果showid是非法的 就非法退出 如果说这个地面 还要放到后面去 好 然后再判断一下 这个showid 到底存不存在 还要判断 啊 这一段复制过来 前面这个都不要 showid在id里 不存在此数据 然后关掉 好 最后呢 判断成功之后 它就这边就接收到了 接收到这边 我们还要做个隐藏字段 hidden value 这边写什么呢 写上那个 side 写个名字 叫side 好 然后我们先用text的就查看一下 看一下 点一下 实相册为加密相册 点一下 没有出来 说明不对 这边应该是showid 再看一遍 点相册 点这个私密的 实相册为私密相册 点一下 6 已经出来了 拿到6了 拿到6之后 把它发送出去 那么前面就不管了 就写这块了 这个地方还不能这么做 还不能这么做 麻烦 真的很麻烦 那么就不在这边做了 OK 写上一个do 很麻烦 因为你发送过去的时候 你要把side发送过去 你发送过去之后 你这边又还要接收收到id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收到id 所以麻烦 再做 watcho.to pw du.asp 这里我这么做 如果等于确定 那么就接收pdware的 然后还要接收谁啊 side 等于request from side 好 接收到 接收到之后呢 两个变量定一下 pass side 前面这个也地方 pass就不要了 好 这边就接着show id就行了 show id 那么这边接收到show id 和相册的密码 发送到这张页面上去 发送到这张页面上去呢 如果两个都对了的话 OK 这个地方我还要做一个 expon chain fit 等于什么 gbk OK 好 到这里我们接收了这两个值之后呢 知道是哪个类别 知道这个类别的密码 对不对 哪个类别 知道这个类别的密码之后呢 我们连接数据库 连接数据库之后呢 你还要判断一下这个side存不存在 很麻烦 好 拿过来 这边直接写side就行了 side存不存在呢 在这里存不存在 在fot存不存在 如果不存在就怎么样啊 如果存在的话 等一下 这个还有问题没解决 好 你把side拿过来 这边是sid拿到了 并且这边还要写着 g 这个是关键的地方 哪个关键的地方 并且这个密码要对 叫fotpassword 好写下 gfotpassword等于单语号双语号连接符 把pass拿过来 而这个pass呢 还要用加密的和他比较 md5dnsp 好 那么这边叫md5不号 好 比较 如果不存在数据 不存在只数据 或密码不正确 好 里面的密码是12356 我们看看啊 看一下 好 我写错了 去du吧 怎么不存在 6.3 6.2 6.3 6.2 好 这个重新另存为 存到6.3里面去 好 再来一遍 好 不存在只数据或密码不正确 OK 如果我写正确了吗 写正确了 123456 点一下 OK 正确了 正确了 好 正确了之后呢 否则 最后要这个还要来一个 close CVN 好 否则怎么样呢 否则你写到里面去 否则先将这个 也就先关闭吧 正确了之后 生成Pooping 生成Position就行了 好 怎么生成呢 我们前面是这么判断的 是 在这里 好 判断的是 这个 把这个直接复制过来 保证正确 好 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你的用户名就行了 这个其实等于什么都可以 只要有数据就行了 我们一般用用户名就可以了 就是 点Cookie 就是 就是 好 有了 就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再让它跳转到 用 Respond点 跳转到 每张页面呢 DHOTO -show.asp 文号 show ID 等于 双语 等于 side 是不是side side传过来是那个类吧 是吧 是那个 目录吧 类别吧 OK 来 再来看一下 点进去 此相册为私有相册 请输入密码 1234 1234 错的 不存在此数据或密码不正确 OK 再来一遍 123456 进去了 看到了没有 我们进去了 我们再点击就不谈了 因为CSEA要多长时间呢 有20分钟呢 有20分钟呢 所以我退出 再点 公元物表观看 123456 8749 8749 好 点一下 上册 点一下 还能看 对不对 好 我退出的时候 我再登录应该就看不了了 我们这么规定 所以你把这个还要拿到 6.3的 lookout 这个地方去 好 退出 将这个也退出 好 这样就可以了 OK 我们来一遍 我退出了之后 我再点相册 这个是点不进去了 要登录 明日 123456 2038 确定 点击一下相册 好 此相册为私有相册 请输入密码 123456 点一下 好 进去了 OK 终于进去了 好 这个 我们先做到这么多 最后呢 退出之后是不能进的 是不能进的 好 如果你是管理员 其实是可以进的 在密 123456 2979 2979 好 管理员不能进就不像话了 对不对 要输入密码 这不行 如果 那么就在这里 设置一下 好 如果它等于空 那么就是私有相册 或者 admin 也等于空 其中 只要有一个满足就行了 是不是 是这个道理吧 应该不是这么写 如果它等于空 就行了 如果它等于空 呃 这么写 外面 外面还要包一层 如果 这是管理员 大人 对不对 大大 如果管理员 在的话 不在的话 那么才能执行 不然也不能执行 好 再包一层 admin 进去了 OK 现在点进去 看到没有 好 我现在用会员看看 用普通会员 延日 123456 1565 好 我现在点相册 是点不进去的 再退出 用管理员看看 admin 123456 1779 OK 现在我点击相册 可以点进去 管理员也可以看到 OK 就这么多内容 就这么多内容 好 一个是私密 一个是相册 那么 这节课 我们先做这么多 先做这么多 最后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提供 爱北风.com 本次的主要是 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精妙.com 我的博客 嗨 百度.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